零下71度 被称为地球世界冷级的奥伊米亚康 人们如何生活 世界那么大 你不去看看都不知道有多冷 事实上很多朋友不知道 大千世界可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咱们所体验到的寒冷 对于某些地区来说压根不算什么 全球最冷的且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叫做奥伊米亚康 它位于俄罗斯联邦萨哈共和国境内 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大约有5300公里 属于世界上最靠近极圈的城市之一 因此被称为世界冷基 有史以来的最低气温记录出现在1926年的1月26号 零下71.2度 虽然这个记录被很多人怀疑 不过在此后的1933年2月6号 又有了明确的低温记录 零下67.7度 换言之 就算之前的最低极端气温存在疑问 后来正式测得的温度 还是让奥伊米亚康坐实了世界冷基的称号 根据资料显示 这里每年1月份的平均气温为零下47度 哪怕是在其他地区最热的每年7月份 奥伊米亚康的平均温度也不会超过15度 而从10月到来年的3月 这里的温度基本也就在零度以下徘徊了 就这种要人命的天气 啥样的人才能完美适配呢 该地区的土著居民为亚库特人 有大约500余处居民店 他们被称之为居住在不动水上的人 好了 我们回归正题 不管是零下71.2度 还是零下67.7度 这种极寒天气 都是咱们国人压根就体会不到的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举几个例子 或许大家就能明白了 你随地吐上一口唾沫 还没有落到地上的时候 就已经冻在半空中了 当地的原住民 很少使用钢笔等常见的笔类书写文字 不是人家没文化 是因为墨水会在笔馆里冻成冰 根本就不能用 当你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你会看到所有人都不会因为美去照镜子 因为室外的镜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就会突然炸裂掉 没错 这不是热的 是太冷了 别说镜子了 哪怕是坚硬的钢筋 在奥伊米亚康的极寒天气下 也会变脆 所以在这里 你不能拿钢铁一直说事 因为它根本就不值一提 再说几个有趣的事情 你不会看到有人在室外打电话 因为手机这种电子产品 一旦接触到外界的温度 就会立刻动到关机 而且电池里的电量 也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耗玩 哪怕是游客们的相机 在这种环境中也无法顺利对焦 在奥伊米亚康 任何的豪车都只能算是一件工艺品 由于温度太低 汽车根本无法打火发动 只能起到普通摆件的作用 人吃五股杂粮 都有生老病死的那一天 可是对于奥伊米亚康人来说 有人去世 会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因为脚底下全部都是永久动土 想要安葬死者 就必须把动土给融化掉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据说他们每天点燃足够多的篝火 去融化动土两到三个小时 也要在大约一周之后 才能搞出足够安葬一个人的空间 正是由于极寒天气 给该地区的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近年来 有不少土生土长的雅库特人陆续搬离 十几年前 2000多人的原住民到2018年的时候 下降到了800人 而如今更是只有大约500多人 还留在家乡 虽然当地的人口在不断锐减 可毕竟还有愿意留下来的 大家一定很好奇 他们在平时是如何生活的呢 我从几个方面带大家领略一下 其一居住的房屋 所谓衣食住行 在这种极端恶劣天气下 有个供自己和一家人居住的房屋 是非常有必要的 前面提到过 奥伊米亚康地下全是永久东土 想要在这种地质结构上盖房子 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人们还要考虑到坚固程度和舒适性 因此就面临了很多的困难 不过亚库特人显然掌握了相关技能和大自然的规律 他们一旦有了房屋的需求 就会在下级的时候搭建 确保地基可以更深一些 同时还要保证房屋与地面的距离保持在一米左右 一来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暖 二来可以防止冻土融化后 房屋塌陷下去 另外奥伊米亚康人还拥有一套独立的房屋供暖设备 在冬季到来之后还会砍上一些木材或者准备一些煤炭来燃烧供热 别看室外动不动就零下几十度 在原住民的家里那可暖和着呢 温度长期保持在零上二十度左右 我觉得这和咱们东北地区人们的冬季生活是差不多的 其二衣物 在极寒条件下 那没有谁敢把身体的某一部分完全裸露在外 那基本就是作死的节奏 奥伊米亚康人会选择保暖性最好的衣服来预寒 像加毛加绒的皮衣 精致昂贵的雕容大衣等等 都是他们必备的装备 另外质地精良的帽子 围巾手套等物品也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当他们外出的时候 一定会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 如果不是要看路啊 估计两只眼睛都不想露出来 可即便如此 在室外行走一段时间后 眼睛上的睫毛 眉毛上面都会覆盖有厚厚的白霜 有人统计过 每年在保暖衣物上的开销 就占到了奥伊米亚康人收入的一半左右